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然後請他給我們說幾句話 還有表達他的一些理想理念 或者是他的看法 謝謝 謝謝羅先生 怎麼樣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跟這麼熱情的朋友在一起 我真的難以掩飾 我對各位的尊敬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在任何的困難的時候可以堅持到底 我覺得從各位身上真的看到的這個國家 還有這麼一點點的希望 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 今天要我談什麼樣的題目 我們今天重點就是監察院的提名 這份名單 27個有24個是綠油油到不行 不符合中立的原則 這份名單 好 其實我今天想跟各位 剛剛在跟貼紙哥談的時候 談了幾個蠻大的問題 包括我跟他談的就是第一個 今天是七七抗戰的紀念日 我們面對七七抗戰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思維 第二個呢 我剛剛跟貼紙哥也談到了 在監察院 我們在監察院這次的提名 跟投票 我們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那當然我們也談到了 其實台灣在未來的選擇過程中的時候 台灣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思維 面對未來 包括中國國民黨 應該做什麼樣的一個調整 謝謝 但是我先尊重我們的主辦單位 就是基本上今天我們還是在談談監察院的東西 那我自己是孫文學校的總校長 那或許我就從孫中山的這個對監察院的這個認識 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不好 好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是理性的一群 所以我就不用那種很喧嘩的 是喊教師的方式 而把它真正當成是一個野台的上課的方式 我們很理性的來面對這麼一個嚴肅的課題 好不好 第一個跟各位報告一下 孫中山的整個一個思想 其實現在跟西方所強調的不一樣 我們知道西方現在的自由民主這個資本主義思考 他們有一個邏輯叫做小政府大社會 就是政府的要越小越好 這個社會的要越大越好 讓社會發生的力量政府管得越來越好 各位看這一次的新冠病狀 新冠病狀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的表現不如中國大陸 就是現在走向二十一世紀 其實大家越來越覺得說 其實政府應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談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回到談孫中山 孫中山我個人覺得他非常了不起 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就是對於國家發展的藍圖 其實是非常詳盡的一些說明 國家發展基本上包括三個方面 就孫中山講的是民主主義 民權主義跟民生主義 民主主義當時中國已經出現問題了 因為為什麼 用被列強所欺負 所以孫中山要打破不平等 要推翻滿清 要把中國走向世界 可是像民主主義 民權主義跟民生主義 孫中山說 這個呢 中國還沒有碰到 因為你想想看孫中山那個時代 中國還沒有走向民主 然後呢 老百姓還非常窮 所以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跟民生主義呢 他是為了防患於未來所提出來的 我講這個東西要開始要談到監察院 孫中山談到西方的民權主義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問題 就西方雖然所謂的民權主義好像有選舉 這些東西 可是選到最後呢 還是被一些既得利益所把持到 就換句話說 雖然是人民所有 人民所自 可是最後呢 還是資本家 還是一些財團 所把握住的 各位就像台灣現在一樣 西方這個民主 西方的民有民智民想 你剛說是百分之一民有 百分之一民智 百分之一民想 台灣的民智 你為什麼講到什麼 台灣的民有民智民想 就是民進黨所有 民進黨所自 民進黨所想 所以我們民進黨也走向著 你有民智民想 他們都做到了 很了不起 是民進黨所有 民進黨所自 民進黨所想 沒錯吧 好 好 孫中山呢 他的整個邏輯裡面 他是大政府 他是大政府 政府應該 這是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傳統東西 我們總認為說 政府應該為老百姓做事情 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所以孫中山在那個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的想法跟西方的完全的資本主義不同 他認為要大政治 你們讀過三民主義 孫中山什麼 要萬能政治 對不對 要萬能政治 政府最好是萬能的 但是一萬能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什麼 所以政府需要制衡 所以他一方面呢 發展了所謂的選舉罷免創制固決 就是不好的官員啊 我可以幫你罷免掉 這很簡單 對不對 然後我人民需要的制度呢 我有所謂的創制權 還有罷免所謂的創制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要談的監察權 西方啊 他們的行政 立法 往往掌握到這些人 但是誰來監督他們呢 沒有人能夠監督了 那可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呢 有所謂的玉石帶固 我們知道中國玉石帶固的中華文化裡面非常重要 這些所謂的言官啊 就是言官的話 基本上是社會上受到大家尊敬 他也不在乎什麼 可以把自己的老命都拼掉 跟你政府去對抗 即使被殺了 他都要給政府建言啊 這個中國的玉石帶固是非常強的 他受到別人尊敬 這是中華文化所特殊的 所以孫中山特別在他的三民主義 提到所謂的監察權 這個監察權呢 就是從我們的傳統文化裡面來的 孫中山講說他的理念來自於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呢 傳統中華文化 第二個呢 西方好得的優美學說 第三個呢 他自己獨特所創建 那監察權這個東西呢 就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 找到最好的東西 因為對他來講 政府的官員 有一個人牽制 這有什麼不好 就像各位 我們的政府官員 多一個人管 你是不是很高興 因為孫中山的整個邏輯 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所謂的萬能政府 所以說 因為你是萬能 所以你就必須 你平常的監督 更重要的監督 不像西方還有一個立法去監督行政 他呢就是完全就要監督監察院 各位啊 你現在會覺得說 哎呀孫中山先生這個三民主義 早就過時了 監察院我們應該給他廢掉了 各位啊 現在 現在全世界 有一百多個國家 在國家裡面設監察院 監察御史 包括我研究像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可是二次大戰以後 全世界最新的一個政治組織 現在是歐洲二十七個國家所組成的 他們也有歐洲議會 也有歐洲的執委會 但是有一個最特殊的 就是歐洲的監察室 歐洲的監察室呢 就是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去監督這些歐洲的議員 還有歐洲的政府官員 有沒有違法的事情 所以換言之 監察權 獨立監察權 這已經是世界的潮流啊 這怎麼會落伍呢 對不起啊 我看到國民黨還有一些立法委員 也在那邊吼著說 我們要廢掉監察院 你傻子啊你 第一個 它是整個國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獨特的發明 第二個 它是現在世界的潮流啊 你面對監察院不好 不好是我們行使過程中出了問題吧 你選擇這些爛人嘛 對不對 你選擇這些爛人監察院當然搞不好 你把監察院的權力多給他一點 我們現在面對監察院應該思考說 我們讓監察院可不可以變得更好 可以更為老百姓 扮演一些監督政府的責任 這應該是個思考啊 你怎麼會跟民進黨去廢除監察院呢 所以這個邏輯我先希望大家包括各位了解說 監察院設立獨立的監察院 現在已經是21世紀 所有國家的一個潮流 也就是監察的單位能夠脫離於行政跟立法之外 一個獨特的單位 這個包括歐盟現在都這樣做了 我想第一個原則大家確定監察院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呢我們就談到我們 那哪些人應該進監察院呢 我們從中國的文化裡面很簡單嘛 玉史戴夫嘛 他一定是社會上受到大家非常重要親望的一些人 對不對 大家配合品格到高尚 一定是社會望重視靈的這些人 不直接挑兩個小手就可以幹的 那可是我們現在的監察院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經過修憲以後 現在詹政院怎麼產生 是由總統齊民 然後呢經過立法院投入票通過 然後就可以當監察委員或監察院長 那換句話說 只要你今天總統他就可以提名他想提名的人 如果說這個立法院今天是民進黨掌控 他要過就過關了 所以從權力的角度來講 民進黨既然已經贏得了選舉 他認為他817萬票 他挨挨提名就是提名誰 挨給誰過去過 因為他立法院也是多數 簡單來講 民進黨現在已經是 他只要做什麼事情 他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講 我們從兩個角度來思考 第一個 越賭服輸 我們既然已經輸了 那沒辦法 投票比不過別人 那我再怎麼抗議 別人還是會過 但是 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來了 我剛剛到貼紙哥上他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談到了 各位啊 你民進黨今天再怎麼厲害 你可以吃乾媽淨 你可以說我有權力 你們愛幹什麼幹什麼 各位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我常講也是不能做的 我剛剛舉個例子 你今天認為說我有吃東西的自由 各位 你今天到了廟裡面去 你總不會在廟裡面吃大魚大肉 你有吃東西的自由啊 我們再講句不好聽的話 假如他今天是個伊斯蘭教徒 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我們點個菜 我就不要在他面前 一直吃什麼豬肉 還跟你說豬肉多好吃 這個是違反了道德底線 這是一個社會 你必須追蹤的原則 好 那今天問題來了 你今天要提名一個人 就好比說剛剛講 何生 何生你再怎麼寵愛他都沒有問題 今天天子都講了 何生你再怎麼寵愛他 你會讓何生當個青天大老爺嗎 你會當何生當玉石大夫嗎 你民進黨今天在國會多數我同意你 你愛讓誰當部長我沒意見 對不對 你愛搞什麼我也沒意見 因為這權力拿到了嘛 可是有些東西你不能幹的吧 今天這個陳菊 在他到高雄市長12年之內 五十八個案子到調查 三十個案子糾正 然後三個案子被彈劾 還在生 還在生 四個字 生名狼藉啊 他也許 在民進黨裡面是大結大 他出來喬事情可以擺定 我都相信 那你就讓他當個行政院長嘛 你覺得他當行政院長嗎 你讓他當副總統我也沒意見啊 是不是 你幹什麼都可以 你讓他當個駐美大使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有很多東西你不能幹了吧 今天你這麼多案子在監察院裡面還正在調查 然後你請他去當監察院院長 請問一下你怎麼度悠悠眾口 你今天會找一個生名狼藉的人去幹這個玉石大夫嗎 沒有一個國家的皇帝敢這樣子幹的了 所以說我是覺得 所以說我是覺得我今天剛剛講就說 有很多東西啊 中文啊講一個肚子 我們中文講一個肚子 不要太過了 不要太過了 什麼東西做什麼事情 今天你不管你信不信佛教 到了廟裡面 你就吃素 對不對 你沒有說進廟裡面還帶個牛肉乾進去 偷偷還吃兩口 他今天不是偷偷吃兩口 拿著牛肉乾坐在大雄堡對面 就一隻猛吃啊 吃完以後你怎麼樣 我有權力你怎麼樣 不爽怎麼樣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子幹 這會遭天錢 今天我們在演出演台戲 找個人去演觀世音 你也不要找那種 生命狼藉的女人去演觀世音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我覺得為什麼 就是你民運黨已經過了那個底線了 你過那個底線了 你這個底線只有一個理由 我有權力 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告訴你一個社會不能這樣子幹 如果今天這個社會永遠都是老闆說 我就是老闆 我愛幹什麼幹什麼 對不起這個社會會亂的 這個代表這個國家不受別人尊敬 不受別人生氣了 所以說我的看法就是說 今天我們談這個問題 我們分兩個層面來談 第一個 監察院的存費急需要下去 但我們應該思考說 怎麼樣讓監察院的產生的方式 更符合社會的需要 對 更怎麼樣產生的方式 能夠讓大家更能夠接受 比如說你現在也可以用監察委員 有選舉的啊 你每個人提名一下社會的選擇 你覺得我不錯 我張亞中提名張亞中當監察委員 大家覺得張教授的人不錯 我們投他一票 或者你用其他的方法 找一個社會的領選委員會 這個社會都是望重市民的 給他們一個條件 你們所選擇監察委員 我跟你講道德人品上一定要好的 就這麼簡單嘛 大家老百姓也高興嘛 所以第三個就是說 監察院還有什麼東西 我們要讓監察院的權責 更能夠發揮他的功能 讓他可以做得更好 該有什麼權利就給他權利 給他薪水就給他薪水 政府不差這個單位 既然我們整個三民主義 我們是希望政府是萬能的政府 我們是釋放政府權力越高 當政府越是一個萬能政府 越需要監督 所以我們在老百姓 我們不怕政府官員被監督 我們越希望政府官員被監督越好 越很好 所以我的看法第一個 我也希望你們回去跟民意 國民黨的黨員 立法委員 不要再談什麼被監察院的事情 好像我這樣子跟民進黨員一樣 應該思考說我們朝野就來談談看 社會上來討論 我們怎麼樣讓監察委員產生的方式 更為達到一個社會的需要 這是叫正面 第二個對於這個事情 當然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超乎了社會的底線 我告訴你 這是任何老百姓都不能夠容忍 即使你一個綠的 你都不能夠接受這個事情 當然要抗爭到底 那抗爭到底沒辦法怎麼辦 當然我對於國民黨 沒辦法在立法院站住腳步 很可惜啦 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今天有踩出第一步 我們已經給他掌聲了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改進空間 當然有改進空間嘛 對不對 好好繼續努力嘛 可是我倒過來講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懷憂上志 我的感覺 你讓陳菊幹他的監察委員 如果我們擋不住的話 這個是將來是國民黨的替換機啊 唉 你有總就在幹嘛 我每次選舉我就把他再消費一下 所以大家知道這一場的戰役 不是因為我們過不過 我們就失敗了 這一場戰役 只要你永遠陳菊當監察院院長 這個東西永遠給你嗆 永遠給你嗆 就算你今天當了監察院長 我下次看到你還有臉幹監察院長 每個人看到你有臉啊 你有臉啊 你民進黨有臉啊 你問為什麼 對不對 好 各位啊 這一定要記到 這一場的修理他的戰役 這是一個永無止盡 等他下台為止 他幹六年我就六年修理他六年 你讓他讓他覺得 他這個監察委員幹的 監察委員幹的 全民都丟臉到了幾點 為什麼 我們中國的文化講得好 是人是所 你今天是個江洋大報 你就像個江洋大報的樣子 你不要今天白天當江洋大報 晚上想去廟裡面當神佛 這個不可以的 這個不可以對不對 那我就告訴你說 你們永遠要告訴你 我今天就不管 即使他繼續當這個監察委員下去 永遠要羞辱他 永遠羞辱他 羞辱他讓民進黨覺得說 這個人叫他是他們的包袱 我告訴你 他決定已經成為包袱的條件了 吳英寧第二 吳英寧第二 永遠超過吳英寧 吳英寧那種小咖 這是大咖 吳英寧比他十萬八千里了 你一個黨可以用這種人多監察委員 你讓年輕人覺得有沒有道理 如果你今天認為說 我只要有權力什麼都可以做 那我告訴你這個政黨沒希望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畏懼 我關鍵在於說 我們自己要想清楚 所有的黨員要想清楚 我今天為什麼要出來抗議 我抗議不是抗議你民進黨 有權力做這個事情 我認為說你民進黨有權力 但是你對象的做法是不對的 告訴你 我們承認你今天獲得的多數 我承認你是民主的投票的合法性 投票的合法性 但是你的執政沒有正當性 你沒有正當性 正當性是一個道德問題 是一個價值問題 你票折的太多 我還是瞧不起你 你又有這種氣魄 好不好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加油 我要回家燒飯 剛剛就跟我說 待會他要回家燒飯 我請他說大嫂在那邊 晚半個鐘頭吃飯 大嫂再講一些 讓你多受益一點 謝謝 沒關係 我們天天在這邊等你 謝謝 我們這邊 今天還有另外一位重量級的 超重量級的人物 這位是 藍天行動聯盟的 謝謝 謝謝 謝謝